HELLO 車友們大家下午安 今天又來跟大家做一個安裝的直播分享 我們是KT避震器 今天要安裝的是這台算11代的Artist 安裝的一樣是車友們最捧場的道路版 今天的車高呢 車友的預計想要的車高呢 稍微比較高一點點 大概是維持30幅左右 這台我們如果有安裝的話 有在台中的工廠安裝 都會開個直播來跟車友分享 那其實KT的工廠是在台中 但我們全省的話呢 都有可以替車友們安裝服務的據點 北到台北、南到高雄或者是宜蘭花東 都有可以安裝的店家 可以提示Artist的車友們服務 那今天的道路版本 前面的話已經拆下來了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行駛的里程也大概 逾十萬公里的啦 所以原廠的避震器也有一點老化的狀況 譬如說上座的話 下方的軸層或者是橡皮也好 這個其實都有壽命的 但是換成KT的避震器 其實不用擔心這樣的問題 因為上座的話呢 不論是前面或者是後面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也就是來的時候呢 是一個總層件 包含後面也都是一樣 所以安裝KT的避震器呢 速度還蠻快的 因為都是總層件 不用再把原廠的零件 塞下來做沿用 那這樣的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萬一原廠的上座 像這台車假設啦 這台車已經使用了十五萬公里 那上座其實也差不多快壞掉啦 如果再塞下來沿用的話 萬一裝上去有異常的話 那就很難辨別是KT的問題 或者是原廠上座的問題 但是裝KT的話 就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那Artist的話 這一個世代的還蠻簡單的 他把引擎室打開裡面呢 在這個地方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軟硬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順時針它變硬 逆時針的話變軟 那一共有三十段的阻尼呢 可以來選擇跟調整 從這個地方 這台車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有一個換了愛馬龍的電品 哈囉明傑下午安 這台是十一代的Artist 那前面的話 我們一般道路版本呢 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七公斤 那這些的油管固定架啦 ABS感應線這些的位置呢 當然都要符合原廠的安全規範喔 然後離載串的話 直接鎖附原廠的就可以了 不用再花錢呢 換強化或者是換短的離載串 直接都跟原廠的規範是一樣的 那前面這個道路版我們配置了兩百長七公斤 前面側高的調整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側高了 如果靠壓縮彈簧改變側高的話 我們把側高調高的時候 它的彈簧壓縮率比較高 所以就會變得比較硬喔 所以壓縮彈簧的方式調整側高呢 當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會有落差的 那下方的這個齒輪狀托盤呢 這個腳管呢 就是在調整車高 如果我們把這個齒輪狀托盤把它懸鬆 懸鬆之後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喔 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縮短 它的車高呢 就會變低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呢 不是靠壓縮彈簧喔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高度而有所差異 那這個前面的懸吊系統呢 包含現在最新的12代呢 我們KT也都有上市了喔 那不論是11代 10代或者是12代呢 它的前面懸吊系統都是麥花層 麥花層的懸吊做動的時候 有一個特性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這個齒輪狀托盤呢 在安裝好的時候 因為它還要負責轉向 所以必須呢 要把它特別把它懸頸 或者會有異音的速度 那前面的安裝上呢 以阿提斯來說 比較沒有特殊安裝的技巧 那在安裝的時候呢 這個上部的仰角螺絲呢 KT的設計是設計一個橢圓孔 所以如果有需要做 Camper的角度呢 在這個橢圓孔裡面呢 都能做微幅的調整 這個是KT比較貼心的一些設計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俱樂部裡面呢 每次開直播呢 都會跟大家特別介紹 KT的用料的厲害的地方 比如說裡面的主民友 我們所使用的主民友 是意大利一整頭進口的主民友 油風的話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風 所以我們用料的話呢 都會比一般的還要來的好一些 當然這些用料的好壞呢 也都跟整體的壽命呢 有所相關性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 我看一下有沒有裝好 如果裝好的話呢 就跟大家做介紹 這個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原廠呢 後面懸吊的避震器上座在這裡 所以它的上座呢 有一顆螺絲是在下方 然後其他還有另外一顆螺絲在裡面 所以它是用在後座的後方 就有一顆螺絲 是需要從椅背的後方呢 來做拆解的動作 另外一邊也都還沒有拆開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因為我們一邊開直播 然後一邊跟車友分享 如果呢 剛好有這台車呢 的車友的話 有任何問題呢 請不用客氣 請在線上 我們就會把鏡頭帶到 車友們想要看的地方 像這個上部的螺絲已經懸鬆了 就準備要把它拆下來了 所以這台車呢 後面阻尼的調整呢 是在後座 這個是後座可以往前掀之後呢 在兩側 在這個兩側的地方呢 稍微掀開之後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了 那在避震器的上部呢 就能 車友也很方便 在做軟硬的調整 不需要再把避震器拆下來啦 或者是他要拆很多的內裝 其實都不用 那這個車友也有改了那個 化線碟 這個化線碟呢 是跟原廠的大小盤徑是一樣的 那如果車友要提升更棒的自動力道的話呢 其實可以考慮呢 把它的盤徑加大 也就是我們一般坊間所稱的加大碟 它的盤徑加大之後呢 自動力道當然就會更好 那如果盤徑加大 所謂的加大碟之後呢 還自動力還不夠的話呢 就能改裝一個多貨塞卡鉗 這些全系列的產品呢 我們KT都有製作 只是我們都比較常在板上跟大家分享的是 避震器的部分 那像今天早上呢 我們就有裝了加大碟 但是剛好沒有空檔 所以就沒有辦法跟 車床也不是阿提斯啦 所以如果有開直播的話 可能也會在我們自己KT的粉絲團裡面開 好 現在上座呢 上座內側的話是兩顆螺絲 下方的話這裡鎖一顆螺絲 所以現在呢已經拆開了 現在就等著把便器拆下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KT改裝的後面的避震器 好 這個是KT可以調整高低 然後可以調整軟硬的後方 阿提斯的後方避震器 那這個結構呢 不論是10代 11代 其實它的都是一樣的 它的主懸吊都一樣 但是12代之後走TNGA底盤就不同了 整體操控的話會靜靜很多 那後方的話我們所配置的呢 來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全新上座 然後這個彈簧呢 是阿提斯所專用的彈簧 它是大概配置5公斤 它下方呢 這個角座呢 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剛剛提到的 軟硬的部分呢 就需要從上座的上方來做調整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它一共有30段的軟硬可以調整 從這個地方 它在後座的椅背後方 這個是原廠 原廠前面的避震器 拆下來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原廠的後方避震器已經拆下來了 剛好放地上來做一個比較 這是原廠的 然後上座的話呢 KT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了 所以腳座的話呢 原廠不能調整車高 也不能調整軟硬 那KT的話呢 能調整車高 也可以調整軟硬 它的車高的調整呢 後方的 它雖然不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但是它的調整方式是一樣的 也就是呢 把這個齒輪狀托盤 一樣把它懸鬆 藍色的腳管呢 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就變長 那自然的車高就變高了 那這台車我們一般 呃 道路板的設定呢 最高的話 大概會做到三指半左右 那最低的話 可以到達大概一指幅左右 這個是後面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彈簧的話 並不是靠一個轉接座的方式呢 來做通用型的彈簧 這條彈簧的上進比較大 因為要和 跟這一個的 後上座的橡皮內側呢 要做吻合 所以這個 盤徑比較大 所以是上大下小的一個設計 那原廠的話也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這個彈簧呢 不是通用型的彈簧 是KT為了這台車呢 所專用製作的彈簧 190長5公斤的彈簧 那當然這個長度就會攸關到好做與否 尤其是Artist的前面 比較沒有特殊安裝的 或者是設計上的技巧 但後方的話呢 彈簧的長度也好 行程也好 阻擬也好 甚至是他的彈簧公斤數 磅數呢 都攸關到這台車好做與否的重點 好那現在師傅的話 再做我一條 前面的話已經安裝好 那只有剩下後面 那如果車友們呢 Artist的車友很捧場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請不用客氣 可以到KT Racing 在FB上搜尋KT Racing的粉絲團 可以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有需要試乘 很歡迎 或者是你對產品呢 有任何問題 也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工廠裡面也都有試乘車 我們北區的經銷商 也有幾部不同底盤的試乘車呢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避震器的話 就會建議了 車友常常在板上會詢問的 有沒有建議的廠牌 那避震器的話 其實就是建議 車友們呢 有機會就是多試乘看看 覺得滿意再考慮就好了 那以上是今天的十一代artist的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